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是一样的 所以待会我们看就知道 至少到现在为止你要知道 我们在假设检定是在做什么东西 他是根据什么问题在做所谓的假设检定 现在有这个基本的概念 所以搞不好秦莫考会 叫你们自己设计题目 自己设计题目 然后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它 这个你们应该要有一些 这个基本的能力 好 那我们在做 假设乘数之后 当然你就是刚刚说的虚无假设乘数 还有对立假设乘数之后 我们当然 如果你是要做一些实验的话 你当然就要开始去 design你的那个什么 设计你的实验 那设计实验当然重点就是什么 要取得数据嘛 对不对 取得数据 好 那这个取得数据的概念 就是 就刚刚说过 如果像什么婴儿的这个 新生儿的体重 因为你母亲吃了维他命会增加 那你就要让 找一群怀孕的妇女 让她去吃维他命 然后再看看她新生儿的体重 有没有真的增加 对不对 这个就是要设计实验去取得数据嘛 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这个实验 那或者说类似 我不晓得你们 有没有去 有没有去做过这种白老鼠实验 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研究 大家研究心药 跟心跳的速度有没有关系 好 那 那当然 药厂要做这种实验的时候 他就要找一群白老鼠 对不对 当然不是真的白老鼠 他可能 因为药能够让给人吃 他一定要先做什么 先做动物实验嘛 那动物实验OK了 他才来做人体实验嘛 那做人体实验 他就需要真的找人来做嘛 所以你们有没有去外面接过说 你去吃什么药 然后他去量你的什么 某种检测你的 那个身体的这个反应 然后呢 你去吃一个月或吃多久 然后他给你 给你大概一两千块 还是几千块 你们有没有接过这种 没有是吧 以前我们大学就有做过 我们同学 大学同学有 柯小师可能比较缺钱 还是需要钱 他就去 去接受药厂的这种实验 然后就是去吃药 吃一吃之后 看他的这个心 好像心跳还是什么 还是怎么样 那就是去量一个 一个他的那个 身体的反应 然后呢 一个月之后好像可以拿到 三四千块这样 这个也不错 反正吃这个东西 因为他当然他可以让人吃 大概是 比较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不过他要看 那个效果有没有了 所以类似这个概念 就是你要看 药对心跳速度有没有影响 好 那我的母体的平均心跳 大概是82下 这是我的母体的心跳 82下 那所以因此我要看 新药对心跳速度有没有影响 那所以我的虚无假设就是 应该是什么 就是μ等于82嘛 对不对 就是没有影响 那如果有影响的话 那我的对立假设就是 不等于82 因为可能不知道是多还是 还是少 所以我们就是先 先设定一个叫 不等于82 那这个取样出来的结果 取样出来结果 你当然就要去算 他的样本的平均值 那这个样本的平均值 再来跟我的母体的平均值 来做比对嘛 这就是减定的概念 你的样本的平均值 跟我的母体的平均值 去做减定 看看他有没有很接近 有没有很相似 有没有很相似 好 那这个概念呢 就回到我们之前 其实 我们的样本空间 那个 那个叫什么 我们那个 信赖区间也是一样 我们都会用到什么 中央极限定理 对不对 那中央极限定理 当然就是什么 你取样之后 你去算平均数 那这个平均数 如果当成是你的随机变数的话 他的这个 样本的平均数 基本上也会是一个 也是一个常态分配嘛 对不对 那这个常态分配 当然就是 如果你的样本数 大于等于30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会成为 常态分配 所以这个还是会跟我们的 中央极限定理有关系 就是你的取样出来之后的 那个平均数 根据中央极限定理 他还会是一个什么 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对不对 那只不过他的normal distribution 当然跟我的母体的normal distribution 是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有没有印象 中央极限定理 这个非常重要 好 那这边我们也会用到 类似这种概念 那我们继续刚才 谈的这个例子 你研究这个药 那他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 就是不等于82 没有影响 就是82 那你的这个样本呢 你今天取样的这个样本 会不会等于82 有没有那么注实 听得懂吗 注细 告诉一下注细到82 这个机会应该很低 所以我的样本 平均数取出来 通常不会等于82 没有那么注细细 那既然他不等于82 我们接下来看他 会产生什么情况 那这两种情况 接下来有两种情况 就是说他如果不等于82 那这时候我们就假设说 好 如果虚无假设是正确的 那虚无假设是正确的 意思是什么 照理说 我的样本的平均数 应该会跟82很接近 那这个时候 我们认为 如果虚无假设是正确的意思 应该是μ等于82 但是你的μ取出来的样本的 那个平均数 不会等于82 但是我就是要 那但是我认为 虚无假设是正确 那这时候你就要想办法 去掰一个理由 对不对 因为你取样出来是82 取样出来的样本平均数 不会是等于82 但是你的母体的平均数 就是82 但是你又假设 你又认为虚无假设是正确 那虚无假设正确的意思是什么 是它的心跳是82 那所以这时候你要假设什么 那时候你就要想说 那这个时候的样本平均数 虽然不是等于82 但是我认为这样本平均数 跟我的母体的平均数之间的差异 是不显著的 是不显著的 那不显著 但是它还是有些差别嘛 那这些差别怎么来的 这些差别就是因为by chance 就是因为有一些uncertain 不确定的机会的因素在这边 因为你取样就是随机的行为 随机总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出来嘛 那你认为你的虚无假设是正确 虚无假设正确是说 你的样本的平均数 跟我的母体的平均数 应该都是一样的啊 那为什么你取样取出来的平均数 跟我的样本平均数不一样 虽然我认为 那但是我还是认为虚无假设是正确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的前提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取样就是有机会嘛 有那个机会的概念 那个机会造成你的取样出来的样本数 跟我的82不会是一模一样 但是它可能是没有显著的差距 没有显著的差距 所以这个就是by chance 因为有机会的关系 所以让我的样本平均数 不会刚好等于82 但是我认为 我认为我的虚无假设还是正确的 张先生懂意思吗 懂不懂这意思 你的样本数绝对不会 它的心跳绝对不会是82 但是我又认为虚无假设是正确 那因为虚无假设就是认为是 我的取样出来的那个μ会等于82 但是我们刚刚说过虚无假设 虽然是等于82 但是我们其实最原始的定义是什么 虚无假设是没有显著的差距 虽然它不相等82 你取样出来搞不好是85 86 它不等于82 但是我认为85 86或whatever 这些数字 因为你假设它是正确嘛 那它是正确的情况之下 我的这个样本的平均数 如果是心跳是86 那跟我的母体82下心跳 我认为它是没有显著的差距 那没有显著差距 但是还是有差距啊 那那个差距怎么来的 那个差距就是因为 你取样的随机的概念 就是你的by chance 因为机会的原因 所造成的这个差异 但是我还是认为 这个虚无假设是正确的 懂不懂 有点好像在强词夺理 对不对 但是那个就是一个统计的说法 懂不懂 所以如果我是认为虚无假设是正确的 好 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况之下 但我平均数不等于82 那当然这个差距是怎么来的 差距就是因为是by chance 机会的关系 好 这是一种可能 这是一种可能 就是因为机会的关系 所以造成我的取样的样本数 跟我的母体的样本数 跟母体的这个平均数是不会一样 但是我认为它们差距是不会显著的 而且它的差距是因为机会的关系 所以这时候虚无假设是正确的 好 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况之下 因为还是不等于82 那另外一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虚无假设是不正确的 好 那虚无假设不正确代表什么是正确 二选一啊 对立 对立假设是正确的嘛 好 那对立假设是正确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我的这个样本的平均数 心跳 它今天跟我的原先的那个母体的平均数 是有很显著的差异 那有很显著的差异的话 所以代表我经过这样处理过之后的这个 这个这个样本 它跟我原先的母体可能就会产生什么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不一样的母体了 懂不懂 就是因为它改变了它嘛 就是说吃药 这个人吃药 我原先的母体是没有吃药的嘛 对不对 原先母体是没有吃那个药 让我的心跳改变嘛 那我今天把它取样出来 一部分的这些样本 我今天给他吃药啊 吃药就经过什么 经过处理嘛 经过处理过之后的这些样本 它的样本 这个样本可能就代表 因为吃药 所以造成了显著的差距 所以经过吃药 它会得到另外一群新的母体 这群母体跟我旧的母体没有吃药之间 就有显著的差别啊 就代表这两个母体是有很 就说这个样本会代表是来自另外一个母体 那个母体是经过吃药过的 那因为是来自另外一个母体 所以这个另外一个母体 跟我原先的那个母体 就有显著的差异 那这种情况就是 当你假设虚无假设是不正确的时候 虚无假设是不正确的时候 所以我的样本 跟我原先母体的样本 跟我原先母体的平均数 就产生显著的差距 那这时候我就认定 因为你虚无假设是不正确嘛 所以代表我的对立假设是正确啊 那我的对立假设是正确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认为我的样本的平均数 是来自另外一个经过处理过后的母体 所以这两个是有什么 有一个显著的差距 那当然另外一个母体是什么 是你可以说是未知啊 或者是说经过处理过 所以代表这样的一个什么意思 代表这个药 吃这个药会让你的这个 什么 会让人体的心跳产生显著的差异 那吃过药的人就变成另外一个新的母体了 好不好 吃过药的人就变成一个新的母体 因为吃过药的人 他的心跳就被改变了嘛 那跟你原先没有吃药 原先另外一个母体 这两个母体就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就是 你认为虚无假设是不正确 而对立假设是正确的 那这样的话你的研究就证明了 证明什么 吃药是有用的 懂意思吗 这个要稍微想一下 所以这个假设检定稍微 他其实最后再计算都很简单 但是前面那个概念很重要 前面的概念要先记清楚 因为你很简单 你吃 你想想看 就是 就有点 像这种用药的研究 其实还蛮多的 前一阵子不是 我们好像有讲过 这个 这个中研院的院长 他的那个 他那个是什么药 他那个好像是 是不是乳癌的什么药 还是什么 他不是后来有一个叫解盲失败 他其实解盲失败很多 其实也是在做统计的概念 解盲失败代表那个药是没有效的 这是没有显著的效果 那 你没有显著的效果代表 我吃的这个药 根本吃这个药的结果 几乎是一样的概念 是不是这样 所以直播现在把类比 我们用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心跳 所以 原来的母体没有吃药 但是你取了一部分的人出来吃药 吃完了药之后 他的结果有可能是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但是没有影响 但是可能他的心跳 跟你原先没有吃药人的心跳 又差距没有那么显著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虚无假设是正确的 就代表吃了没用 虽然他心跳可能还 还不是82 他心跳可能吃药还有稍微多一点点 刚刚说也许83 84 但83跟84跟82差距不显著嘛 所以我就认为虚无假设是正确的 虽然他不一样跟82是不一样 那83跟84跟82有什么差别 那个差别是因为你抽样的关系造成的误差嘛 你抽样总是会有误差 那误差就是因为你的机会的关系造成 好 那另外如果你 取了那一组人出来吃药 结果他出来的心跳到八九到九十几 那九十几跟82就有显著差距嘛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那吃药好像有用哦 那所以呢 所以我的虚无假设就被拒绝 那我反而这时候我的对立假设就什么 就成立了 那对立假设成立的情况是这样 就代表说我取样出来的这群样本 虽然是来自原来的母体 但是他经过处理啦 经过处理之后 他就变成一组 他就变成一个新的母体出来啦 这个新的母体就代表有吃药过的母体 所以代表有吃药过的母体 跟我原先没有吃药过的母体之间 就有什么 他的心跳的平均数就有显著的差异 那这时候对立假设就成立了 所以同样他是90心跳90 那另外一个心跳是84 86 那他就可能会造成什么 会造成有可能是虚无 他会认为虚无假设是正确 或者他认为虚无假设是不正确 懂不懂 同样都是不等于82 因为绝对不可能等于82 不是说绝对啦 就是说没有那么注实实的啦 知道吗 他懂吗 懂吗 懂吗 懂不懂 嗯是什么 嗯是可以吗 好 好那到底差多少才叫显著 这个是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啦 差多少才是显著 这个就跟我们刚才在做信赖区间 这边有没有有点类似的东西 好 我假设我的原始母体的样本 平均数的分配是这样 好 假设他是常态分配 那他的平均数 μx等于82 μx等于82 好 那现在 显不显著 显不显著 我现在假设我 取一组样本出来 我给他吃药 结果我量到他的这个心跳平均值 s bar在这边 s bar在这里 s bar在这里 s bar在这里 那s bar在这里 他离我的82 有没有一段距离 有没有 因为我们说一定不会一样嘛 他的样本的平均数一定不会等于82 那他可能是这里啊 这里啊 这里都有可能 那假设我今天取得s bar在这里 s bar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说过 他的两种情况 假设我认为h0是对的 就是他的虚无假设是正确的 对不对 那虚无假设是正确 那但是s bar跟我82是不一样啊 对不对 那不一样我们说 因为他是by chance 因为机会的关系 但是到底 到底到 到底这个s bar跟我82 差距到底显不显著 那显不显著 这时候就会又根据我的这个 从平均数 那是画一个什么 左右两边各spam展开一个区间 这个类似我们信赖区间的那个东西 在这个信赖区间里面 当然这个不是信赖区间 就在这个区间里面 只要我的样本的平均数 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我就认为 我就认为 这个s bar跟我的82是 是差距是不显著的 就差异是不显著的 所以这个够宽嘛 82这个红色这条线有没有够宽 很宽对不对 好只要落在红色的这个区间里面的 样本的平均数的取样出来结果 我都认为它差距 这个s bar跟我的82 假装蒙着眼睛说 它就是没有很大的差距 虽然看起来很大的差距 对不对 但是我就是 因为我今天取的空间 我今天取的 待会我们会谈到的一个 也是信心水准 这个信心水准的空间是很大的 这个信心水准空间很大的情况之下 我就认为s bar落在这空间里面 所以我认为s bar跟我的这个是 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 所以我就认为什么 我的h0是对的 大家知道吗 让我们听懂 我的母体的平均数82在这里 那我取列一个信心水准 大概这个范围里面 我认为落在这个范围里面 的所有的取样的平均数 跟我的82差别都是因为 by chance的关系 所以它的差距不显著 所以这时候我就支持我的h0是对的 虚无假设是对的 好 同样的 我现在如果把这个信心水准 稍微拉低一点 变成蓝色这一条 变成蓝色这一条的时候 我的s bar就跑到哪边去了 跑到它的外面去了 所以同样一个取样的平均数 我的s bar这时候跑到蓝色的这个区间的外面 那这时候这个s bar在外面 那这时候我就认为 s bar跟我的82就是有显著的差距 所以同样一个数字 不同的解释方法 完全就取决于你什么 取决于你的这个宽度而已 是不是这样 好 那既然s bar是跟我认为 如果是它有显著差距 所以这时候我就认为h0是错的 对不对 这时候h0是错的 那h0是错的情况之下 所以它的s 这个s bar可能是来自另外一个母体的样本 来自另外一个母体 就我们刚刚说过 因为它吃了药嘛 吃了药之后 它改变它的一个心脏的心跳特性 所以它就变成是另外一个母体 所以这个s bar可能是来自另外一个母体 那这个母体的平均数的话 我不知道 反正它就是一个母体 另外一个心的母体 那这个心的母体 可能它也是一个常态分配 但是它可能就是 这个s bar就是来自另外一个母体的 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认定它h0 虚物假设是错的 那h1对立假设就是成立的 所以同一个数据 因为你取的宽度不一样 造成它的解释就不一样 有可能会支持h0是对 有可能支持h0是错 对不对 这就是统计学家厉害的地方 这同一个数据它可以做不同的解释 完全取决于你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到底够不够宽 好 讲清楚吗 好 所以这个就是对应刚才我们说的 它有可能是正确 那可能机会 那如果不正确 它来自未知的母体 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就是 那其实 正不正确 或显不显著 虚无假设是对的 或错的 其实重点是在取决于它的这个 从这个平均数往左往右取的这个区间的宽度 那这个宽度呢 是一个类似一个confident level的概念 类似我们之前在谈信赖区间的概念 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刚才最后一题 你们做那个 标准它的区间 它有没有含到我们的母体 有标准它 好像没有嘛 对不对 虽然它是90% 但是如果你再把90%变95% 你们没有这里去试看看 回去自己试看看 如果你把90%变95% 那你搞不好就可以涵盖到你的母体的标准差了 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90%有 95% 90%没有95%就有 因为它变宽了 是不是同样的概念 类似同 对啊 因为你刚才 如果没记错 那个标准差好像是17点多到20几嘛 是不是 那我们的母体给的标准差是多少 16点多啊 那你如果再把它信心水准放宽一点 信心水准放宽到95或99 它那个宽度是变宽 变宽就涵盖到 可能就涵盖到16点多了 所以同一个数字 它有可能涵盖或被涵盖 所以这个也是同样的概念 知道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东西 待会我们还要再讲 现在在谈到怎么去做检定之前 我们先看到有些基本的名词定义 我们再决定它到底是不是虚无假设 要被接受或者被拒绝 或者是对立假设是被接受或拒绝 这种概念就叫统计检定 这个叫检定的概念 叫statistical test 是一个test 那这个test的检定的概念呢 就是从母体取得一个随机样本 那这个随机样本 你可能去做它的分析之后 不管是算平均数以后 或者算那个比例 或者算变异数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这个样本的 一些分析的一个结果 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要拒绝 所谓的虚无假设 当然是不是要拒绝 如果你拒绝的话 就是当然你的对立假设就对嘛 那如果不拒绝的话 当然就是虚无假设 这是对的 类似这样 所以检定的概念就是从母体取一个样本出来 然后用这个样本的数据来决定 来检定你的这个数据 跟我的母体之间的参数的关系 那我们怎么去检定呢 通常是透过一个叫检定数值 一个test value 那这个test value 基本上就是最简单来看就是 平均数就跟平均数比 那只不过当然平均数 我们有时候还要 之后我们会谈到一个z检定 那就是z大家都知道嘛 z就代表标准分数 对不对 standard score 所以z检定就是把你的平均数 转换成标准分数的概念去看它而已 所以这个是一个检定数值 那检定数值 它会去跟我的什么 就是我的样本 或者我的数据的平均数 跟我的母体平均数去比较嘛 对不对 那 简定的数值 这个比较过程中间 是透过这个简定的 这个test value 这个叫简定数值 那这个简定数值 我们简单的看就是 平均数的概念 类是这样 那这个简定的数值 来决定 你要拒绝或不拒绝 对不对 就跟我说拒绝或不拒绝 那拒绝或不拒绝 就是我们的 简定的概念 它简定的原则是说 差距是显著 那它就会被拒绝 如果差距不显著 就不会被拒绝 对不对 那刚刚说过 显著不显著是怎么讲 是在你讲的 就是你决定 那个宽度多宽 那个宽度多宽 那宽度多宽 那都在你讲的 所以显不显著 也是在你讲的 对不对 好 所以但是你总是 还是要有个标准 要有个显著的标准 那反正显著 我们就认为 它虚无假设 就会被拒绝 如果不显著 就不会被拒绝 所以 差距如果是显著 像以这个 刚才我们看了 如果是以蓝色这条线 来看 它认为X bar在这边 它就认为它是 差距是显著 那差距显著 的话 我的虚无假设 就被拒绝 对不对 那如果是用红色这条线 来看 它认为它的差距 就不显著 那不显著的话 它的虚无假设 就不会被拒绝 类似这样的概念 所以 差距显著 虚无假设 就会被拒绝 就刚才的这个 蓝色的这条线 那 那如果是差距不显著 那虚无假设 不会被拒绝 那就刚才的 红色的这条线 就是这样 OK 好 但是即便是这样 或是我们刚刚说过的 这个是各说各话 所以 你去检定 根据它显不显著 来检定 它的假设的情况之下 它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错误发生 一定有错误发生 那所以我们在谈这个 显不显著之前 我们先来看这四种 四种类型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东西 显不显著 来决定要不要被拒绝 那拒不拒绝之后 不管有没有拒绝或承认 基本上看有没有显著 但是 不管怎么样 反正它的排列组合 你的假设检定就是两种 那你拒不拒绝它 也就是两种 不外乎就是拒绝或不拒绝 所以这样你去把它排列组合起来 就会得到四种 假设检定会有可能四种结局 这四种结局是什么结局呢 就是说 假设 我们其实 这边有四个 我们其实直接看这个会比较清楚 就类似你给它写成一个矩阵来看 写成一个矩阵来看 假设我的虚无假设是对的 这个大概就是事后诸葛 我假设就是说我真的知道 我的虚无假设是对的 结果你去拒绝它 对不对 你有可能去拒绝它嘛 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犯错误 它明明是对的 你去拒绝它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你有可能会犯这个错误嘛 对不对 那这种错误有个特别名词 叫做行医的错误 叫type 1 error 那如果H0是对 那你不拒绝它 不拒绝它就是支持它 H0是对的 你又不拒绝它 那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对不对 这个很理想嘛 对不对 好 那当然你不拒绝H0 就相当相对于你是拒绝H1 就是拒绝对立假设 因为你H0本身就是对的嘛 但对或错 错实在 只有谁知道 只有上天知道 当然除非那个是很明确的 不然一般来说很多oncertainty的东西 不确定的东西 大概都是只有 只有未定之天 所以当然我们这是事后诸葛 假设H0是对 那H0是对 你又去拒绝它 这个就是犯了行一的错误 那H0是对 你支持它 当然就是正确 好 那另外一个 矩阵的另外一个column是什么 如果你的虚无假设是错的 那这时候你也拒绝它 那当然这个也OK 你本来就错 你又拒绝它 那是不是OK 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对不对 但是如果H0是错的 你又不拒绝它 你又不拒绝 不拒绝 有时候 你这时候看名词 不拒绝 当然就是支持 就是等于是你支持错误的H0 你支持错误的H0 这就犯下了行二的错误 行二的错误 所以这边有两种 它虽然有四种可能性 四种可能性 其中两个是正确的 另外两个就是错误的 那这两种错误的 又会分成行一跟行二 英文叫type1error跟type2error 那为什么要这样命名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个就是方便而已 那所谓的行一错误 你要记清楚 就是虚无是对的 但是你拒绝它 那行二呢 虚无是错的 你又支持它 这个就是这样子 所以 假设检定就四种结局 拒绝真实的虚无假设 这就是type1error 那拒绝错误的虚无假设 这是正确的 或者是说 你不拒绝真实的虚无假设 这也是正确的 那不拒绝错误的虚无假设 这个是错误的 这是type2error 当然啦 这样看比较麻烦 你拿回来这个矩阵看 你就很清楚了 那这个跟我们接下来要谈 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啦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什么 行一行二错误先搞清楚 好我们这样子 是它的一个定义啦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会比较清楚 来 这个就是 审判的例子 现在大家不在谈司法改革吗 有没有 现在新闻不是 你们有没有在关心我们的时事啊 最近我们有很多大的变革 包括年金改革啦 包括 还有什么 年金改革 一例一休啊 对不对 然后还要改什么 有没有没有 反正还有一个司法改革 对不对 为什么要做司法改革 因为大家普遍老百姓认为司法是很烂的 常常什么乱判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概念 好 假设今天有一个 我们用司法审判来看 如果H0是对的 H0是对的 就是假设这个法官去判这个 这个所谓的被起诉的人 但是被起诉的这个人是清白的 结果法官又去把他 因为他拒绝H0嘛 就是你的H0是对的 对的就是代表他是清白嘛 虚无假设是对的 就是我是虚无 我什么都没有做啊 那他就是什么 清白的嘛 所以H0是对的情况之下 结果你去拒绝他 拒绝他你就把他定罪啊 造成行医的错误 所以行医的错误在这边造成什么 造成冤狱啊 就变成大人冤枉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行医的错误就是什么 冤狱 这好还是不好 应该是不好吧 今天如果是你 你今天没有做什么事情 人家硬要 硬要诬告你 然后法官又相信 所有的证据 所有的证据又相信说 你是真的有做什么犯罪的事 那你被人家诬告 还被定罪 那你不是很那个吗 很叉叉叉吗 是不是 会不会 好像每个人都会这样感觉 这就是行医的错误 就是冤狱啦 如果H0是清白的 你又不拒绝他 这是无罪开示 不拒绝 这边写不拒绝有点文周周啦 其实不拒绝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支持他啦 那支持他是对的 那当然就是无罪开示嘛 因为你法官支持他是无罪的嘛 那就是无罪开示 所以是正确的嘛 对不对 所以清楚嘛 行医就是冤狱 好 那如果H0是错的 那就代表 被告人是有罪的 被告人真的可能是犯罪 那这个时候你又拒绝他 拒绝他是 拒绝H0 因为H0是清白的嘛 你拒绝他就是代表你给他定罪 所以这时候他是错的 你又给他定罪 那当然这是正确的嘛 这是大快人心嘛 是不是 是不是这种感觉 大快人心 你 犯罪你就该接受惩罚嘛 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判例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什么 无罪开示 本来就是合理的 好 那刑二错误就是什么 他明明是错的 结果你不拒绝他 不拒绝清白 就你认为他是清白啦 不拒绝H0就是你支持他是清白的 那法官支持他是清白 但是他事实的 其实不是清白的 那这时候你给他无罪开示 所以这个是什么 刑恶的错误 那这个 这种是什么情况 刑恶的错误是什么情况 重放犯人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样的 用这样的比例 这样的比喻啦 有没有比较清楚 什么叫行一的错误 什么叫行二的错误 那你知道吗 行一的错误就是冤狱 行二的错误就是重放犯人 好 我出一个题目里面 马上想一想 ன 诶 诶 诶 这个 诶 诶 这是什么 诶 诶 诶 intel 诶 诶 五 frick 诶 诶 诵 诵 這是煙霧偵測器 或是火警的警暴器 主要是靠煙霧 或是有溫度 用這個來做比例 因為煙霧偵測器 會不會錯過 有沒有可能會產生什麼 Force along 假設煙霧偵測器 H0 代表是 虛無 虛無就是什麼 就是沒有 沒有產生警暴 就是沒有火警 H0是沒有火警 那H1呢 就有火警 然後你接下來另外一邊 你就把它對應到這個 警暴響 跟警暴不響 你去畫一個這樣的圖 你看看它是什麼樣的情況 什麼時候是情依錯誤什麼是行的錯誤 來現在趕快自己動手畫一畫 會不會畫 H0是代表 H0就代表有 我看一下它這邊 H0就代表它是沒有火警 沒有火警 這個假設是沒有火警 虛無假設是沒有火警 那H1 那H1呢 H1就是有火警 沒有火警 就是兩個嘛 對不對 對立嘛 一個是虛無一個對立 好 那縱軸是什麼 縱軸就是煙霧警暴器有響沒有響 對不對 煙霧警暴器不是響就是不響 那煙霧警暴器有響 跟沒有響 你去對應這個東西 你去把它畫成一個矩陣 它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什麼時候是行一的錯誤 什麼時候是行二的錯誤 來趕快 先想一想 或是動手畫一畫 你就會比較清楚 你去看 要畫個矩陣嘛 那剛說H0就是沒有火警 就是沒有失火啦 那H1就是有失火嘛 然後呢煙霧警暴器 一的就是響 或不響 那你去對應它的關係是什麼 好 這應該很快吧 這個沒有要你們教啦 只是讓你們自己練習一下 好 然後H0是沒有火警 H1就是H0是錯 就是有火警 對不對 好那種種呢 警暴器響起來 煙霧警暴器啊 煙霧警暴器啊 煙霧警暴器響起來 所以煙霧警暴器響起來 是代表什麼 它拒絕H0 因為H0是有火警 是沒有火警啊 是不是這樣 所以 當煙霧警暴器響起的時候 它是什麼 拒絕H0 所以它就犯下行為的錯誤 是不是這樣 所以代表沒有火警 結果警暴器響起來 會不會這種事情發生 有時候就沒有什麼事情 就是警暴器 亂叫亂叫 像我前陣子 我之前裝了一個胎壓器 現在不是都要什麼 開車以後你們 摩托車可能還沒有啦 開汽車現在都要有裝一個 胎壓器 那胎壓器它會用 用remote 遙控 就是好像 無線傳輸到你車上的一個 接收器 那如果你的胎壓太低 它就用嗶嗶嗶亂叫 我那天開一開 就是開始亂叫了 那個警暴器就在叫了 叫半天我想 這個輪胎可能沒氣了 但是我仔細去看一看 輪胎還好啊 然後還跑回去原廠維修 原廠說沒有 你輪胎氣夠啊 那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force the run 氣不氣人 對不對 所以 行一的錯誤 以這個例子來說 就是force the run 那什麼時候是行二的錯誤 對這個例子 失火了 警暴器沒響 更加細 更慘了 失火了 H1失火了嗎 結果你又不拒絕它 那是 你就煙霧解暴器 認為沒有響 失火了 煙霧解暴器沒有響 那不是更慘 那就是行二的錯誤 有沒有 所以你自己回去 還有很多例子可以做 你們可以自己想想看 所以這種就是 我們所謂的 在做假設檢定裡面 會犯出來 犯下的 either 是行一或行二的錯誤 好 那我們接下來 要特別談行一的錯誤 行一的錯誤 是正確的 但是你拒絕它 那這時候所犯的錯誤 叫行一的錯誤 拒絕正確的虛無假設 叫行一的錯誤 那行二就是 不拒絕錯誤的虛無假設 這有點饒舌 就是反正 你反而去支持 支持 支持什麼 支持這個 回來看一下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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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 支持 要怎麼說 這個有時候 有點不具體H0 就是說 行二的錯誤 就是你的H0是錯的 結果你又去支持它 你又去 反而去支持對象 支持H0 那這時候就犯下行二的錯誤 那把它 文字的描述的意思就是 不拒絕錯誤的虛無假設 就是你的虛無假設 錯誤 但是你又支持它就對了 就產生行二了 好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行一 拒絕錯誤 正確的虛無假設 拒絕正確的虛無假設 這會影響到我們 剛才的那個區間的概念 我們剛才說 那你顯不顯著 是不是 就是說你那個 你那個取樣出來的 那個平均數 它有可能是顯著 有可能是不顯著 完全就取決於你的什麼 那個區間的 那個那條範圍 那那個範圍怎麼決定 那個範圍的決定 其實我們如果以 以假設解釋來看 它會就是類似這種概念 叫做顯著水準 Level of significance 那這個顯著水準的概念 就是什麼 它可以允許你去犯下 行一錯誤的最大機率 允許你去犯下 行一錯誤的最大機率 那這個機率的符號是alpha 這個alpha我們有沒有看過 alpha有沒有看過 alpha在我們前一張信賴區間 是不是有看過alpha 那這個alpha反正就是 跟那個是類似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看看 這邊它的所謂的 P of 行一的錯誤 就是等於alpha 那這是什麼概念呢 這個顯著水準 我們說這個顯著水準 就跟我們剛才的那條 那兩條 一條紅色的區間 跟一條藍色的區間 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不是說有一個區間嗎 對不對 有一個區間 在這個區間以內的 我就認為它是什麼 我就認為它是不顯著嘛 跟我的平均數就不顯著 有沒有印象 剛才的那個紅色跟藍色的區間 如果假設這個區間的 右邊最多到這裡 到這裡 到這個地方 那在這個以內 在這邊左邊以內的東西 如果你今天的取樣 是取樣在這個以內的話 我認為它就是跟我的平均數 是不顯 就是沒有顯著的差距 好 但是我今天如果取樣是取到外面 取到這個區間的 這個原來的 這邊我沒有畫好 這是跟剛才的那個紅色的區間 一樣的概念 如果紅色區間 或藍色的區間 那它只到這邊 那我今天取樣 取到它外面 這個S bar在外面的話 我就認為它有可能是什麼 顯著的差距 對不對 那顯著的差距 所以我們說如果S bar落在這個區間 剛才所謂的區間的外面的話 這時候這個S bar 我們就利用這個S bar的資訊 來讓我們拒絕什麼 虛無假設 有沒有 就是你取樣S bar 取到外面來 就是類似我們剛才這個 我取樣取到外面來 對不對 我的區間原來是取這一塊 那我現在S bar取到外面 那我就認為 因為它是在我的這個區間外面 所以我認為S bar跟82就是有顯著的差異 是不是這樣 懂得懂 剛才的取樣取到S bar 我認為有顯著 所以它有顯著的差異的話 所以我認為H0是什麼 錯的 因為它距離很遠 我認為它顯著差異 所以H0是錯的 因為H0是認為它相等 對不對 好 所以S bar就落在外面 落在這個區間外面 那落在這個區間外面 就是這邊有一個區塊 這個區塊 代表的這個面積 這塊的面積 如果我的S bar 今天是落在這半邊 那落在這半邊的機會有多大 我的S bar取樣 落在這個半邊的機會有多大 機會有多大 機會有多大 機會就是機率 對不對 我們今天談機率就是機會 我今天S bar取樣 如果是落在這半邊 這半邊 這半邊是 就是我的區間外面 它的機會有多大 它的機會有多大 就代表它的面積嘛 因為我們說過機率分配 這是連續的機率分配 面積可以代表什麼 面積可以代表機率啊 有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這個紅色外面的這個面積 就代表我S bar取樣出來的結果 可能會落在這半邊的機率是多少 那這些機率代表什麼 這些機率就代表我落在這邊的話 我就被拒絕了嘛 對不對 因為就拒絕什麼 拒絕H0 因為它跟我認為它離我的平均數有顯著的差距 因為我可以接受的範圍到紅色的這一塊而已啊 我可以接受它是 差距不顯著的範圍是到紅色這一塊 但是我現在S bar跑到外面啊 那跑到外面的機率有多大 跑到外面的機率就是這塊面積嘛 就是這個右半邊的這塊面積 對不對 好 那當我跑到這半邊的面積的時候 好 那這個這半邊的面積代表它的機率 那這些機率是代表我可能會落在這個小小塊的這個 這個應該算綠色吧 綠色這個區這個面積是多少 這是一個代表機率 那這個機率的意思是什麼 機率是說 即便我利用這個東西 我認為它是有顯著的差距對不對 因為我的S bar是落在這個紅色外面 它是跟它認為有80有顯著的差距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我是不是拒絕什麼 拒絕虛無假設 對不對 是拒絕虛無假設 我的S bar落在這邊是拒絕虛無假設 但是我有可能是虛無假設是正確的啊 就是說你永遠沒辦法事先知道 到底你的虛無假設是正確還是錯誤 所以我們只是看它顯不顯著 距離我的平均數顯不顯著 所以即便你是落在這邊 我把它拒絕了 拒絕了它的虛無假設 但是也有可能說即便我是落在這半邊 但是我的 我的什麼 我的這個S bar跟我的82 可能還是 還是有可能是接近的啊 它有可能是 因為今天這條紅色的線 只是代表一個什麼 一個你自己去人為去劃定的信心水準嘛 所以我們剛剛說過有紅色的線 有藍色的線嘛 那我今天假設畫在這邊 那我就認為超過這半邊的S bar 就跟我的82就有顯著差距 但是如果我再把紅色的bar拉過來呢 那它就變成不顯著啊 那不管顯不顯著它都有可能還是什麼 還是有可能會犯下行一的錯誤 因為你今天如果切在這裡 我的S bar取到這邊 那我的S bar取到這邊 難道 難道不會犯錯嗎 難道不會犯下行一的錯誤嗎 行一的錯誤就是 就是拒絕正確的虛無假設啊 它還是有可能會犯錯嘛 所以還是一個機會的概念嘛 所以即便它落在這邊 它是拒絕虛無假設 因為它離它好像看起來很遠 但是它還是有可能犯下行一的錯誤啊 因為你不知道 因為這個取樣的就是 就是機會by chance by chance嘛 就是一個機會的概念 雖然你是落在被拒 雖然你是落在這邊 然後讓你 讓因為這條人為的紅色的線 讓你覺得它好像跟它顯著差距 但其實我的虛無假設 搞不好還是正確的啊 那這時候你就犯下了什麼 如果虛無假設正確 但是你因為畫了這條線 你認為它是有顯著差異 所以你就拒絕虛無假設 那這個時候就代表 你犯下了什麼 行一的錯誤了 因為你認為 因為行一的 行一的錯誤概念就是 你的虛無假設是正確 但是你今天因為是落在這邊 所以 因為你的S bar 你的樣本 平均是落在 落在這個以後 我們代表談的是 叫拒絕欲 那這個拒絕欲是 由這條紅色的線來決定 所以你落在這邊 你就有機會造成行一的錯誤 有機會造成行一的錯誤 那這個就是它的幾率 所以 這個半邊的面積 這個半邊的面積 就是代表行一的錯誤 就是代表行一錯誤的最大幾率 看清楚嗎 因為你不管落在哪邊 它的 它的這種虛無假設 到底真實的虛無假設 到底是正確還是錯誤 這個就 上天知道 就像 就像任何的判決 任何的判決 到底這個人到底是真的有罪無罪 不是之前還有一個什麼冤獄 什麼書建合案 被關了三十幾年 最後判無罪 之前一直判有罪 所以到底誰決定那條線 真的誰 最後誰知道 就當事人知道了 說實在 對不對 當事人或者上天知道 所以有可能啊 法官他可能犯下行一的錯誤啊 那他 他那個尺度拿捏在哪邊 尺度拿捏就看個人嘛 所以這條紅色的線就決定 當你的紅色線越往右邊靠 對不對 越往右邊靠的時候 那這時候你就跑到這裡面來了 對不對 跑到這裡面 那這時候如果你的取樣的結果 當你越往右邊靠的時候 他的這個面積會越小 越小就代表機率越小嘛 所以 當你的這個 右邊的面積越小 就是你犯下行一的錯誤的機率 會越小 但還是有可能會犯 還是有可能會犯 但是可能他的機率會越來越小而已 懂不懂 所以 右半邊的這個面積 就是代表 他的什麼 會犯下行一錯誤的機率 那這個機率 但其實就是跟 這個概念其實就跟我們剛才 這個概念是一樣 你今天落在這邊 那他的機率其實就是 落在這邊 但是這個就是什麼 在這邊還是有可能 你的S bar跟我的 母體平均數還是可能會是 還是有可能是接近啊 但是因為是機率會的關係 所以造成他距離那麼遠 還是有可能by chance 所以這半邊就是行一的錯誤 那如果更遠的話 他的行一錯誤就更小 所以這種 透過面積的概念 透過面積的概念去看他的這個 所謂的行一錯誤 利用來 我們就可以來決定什麼 來決定他的顯著水準是在哪邊 所以顯著水準的概念就是 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probability of 行一錯誤 那這個行一的錯誤就是α 那這個α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面積 就是你落在這邊的機會 雖然有 但是落在這邊還是有可能 有可能會犯下行一錯誤 所以這是用這種方式來解釋 所謂的 他的顯著水準 那利用這個顯著水準 我們就可以去 去define這個所謂的臨界值 那這個臨界值 critical value就會把我的這個空間 就會區分成 這邊就是非拒絕域 這邊就是拒絕域 就是我 只要落在這邊 我就拒絕他 拒絕什麼 拒絕H0 就拒絕H0 因為我認為 x bar在這邊是跟他 平均數有顯著的差距 有顯著的差距 那如果落在非拒絕域呢 我就認為他沒有顯著的差距 但是即便是這樣 你落在這邊 他還是有可能會犯下行一的錯誤 因為 假設你的虚無假設是正確 那你落在這邊你拒絕他 但是你這時候就犯下行一的錯誤 所以犯下行一錯誤的幾率 就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利用這個顯著水準 就是等於P of行一錯誤等於α 我們就可以來決定臨界值 那臨界值就會把我的空間 這個機率分配的空間 分成拒絕跟非拒絕域 就這樣的概念 那拒絕域就是我們檢定 我們檢定的一個標準 如果你落在這個範圍 就代表他沒有顯著的差距 非拒絕域就是沒有顯著的差距 拒絕域就是有顯著的差距 那這時候虛無假設就被拒絕 那如果落在非拒絕域呢 那你的虛無假設就不會被拒絕 好休息一下 想一下 這個地方可能要稍微想一下